9月13号 胡州无心戴希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 说有一个人醉倒在了街头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 是一名生活失忆的男子 情绪很是低落 是一百五十三另外的钱还有我了 一百五十 跟着啊 一百五十 最终呢经过民警 几次三番的劝说 男子总算是平静了不少决定 先回老家过个节 于是呢民警呢又开车 将其送到了车站 助其安全回家过重就 真的是暖心帮扶 也为咱们的民警同志们点个赞